嗨 您好 我是劉奶爸 很高興您看到這段影片 我在西月2003年的時候 開始網路創業 然後去尋找自己喜歡的產品 自己架設網站 那個年代沒有部落格 沒有臉書 沒有那麼多的網路行銷的工具 只有自己的網站 然後呢 也沒有什麼關鍵字廣告 所以當時只能自己架網站 然後加入別人的討論區 然後去拓展自己的知名度 然後販售自己的商品 當然當中有很多心法 是正確的網路行銷觀念 就是你怎麼去曝光自己的專業 去幫助別人 然後進而吸引到 這些想要關注你的粉絲群 最後因為信任關係 而跟我買產品 那網路行銷 如果你只覺得說 它就是一個拿來賣東西的工具 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因為網路行銷的範圍 不只是賣東西唷 賣東西賺錢 它只是網路行銷的裡面 一小塊領域而已 其實行銷它這兩個字 它從人類一出生 你就在做這件事了 你在行銷自己的觀念 你跟別人溝通談判的時候 你就是希望你自己的觀念 可以行銷給別人 讓別人接受你的觀念 網路行銷呢 它是利用網路工具 來做好你的理念的傳達 讓更多的人知道你在想什麼 讓更多的人接受你的想法 利用網路工具 它非常的可怕 為什麼呢 譬如說我現在錄製的這段影片 我可以上傳到網站上去 上傳到YouTube上去 然後我可以把它宣傳給非常多的人 包含我的LINE幾百個粉絲 我的Facebook幾千個粉絲 甚至我的電子報上萬個人 這都是一種宣傳的方式 在我目前的流奶爸網路行銷 八點檔內呢 每天晚上的八點 我都會錄製一段影片 跟大家分享 網路行銷的一些做法 還有一些心法 還有一些觀念 這些都是我累積了十多年來的經驗 這當中呢 過去的創業經驗裡面啊 我去過很多大公司 中小企業 跟這些企業主談判 銷售我的產品 然後我得到很多 很多很多觀念 很多企業主的觀念 很多好的 很多不好的 我有遇到過詐騙集團 所以做行銷的過程 創業的過程非常有趣 形形式式的人都會遇到 那我要在這邊跟大家慎重 而且很嚴肅的講一個話題 那就是網路行銷 它到底有多可怕的影響力 這個影響力齁 就好像我剛剛講的 一旦播送出去之後 你可能會有上千人看到 我每天晚上八點對著上千個人做演講 但是我是在家裡錄這段影片 你就知道一個講師 他出去演講 厲害的講師也許上萬個人聽他演講 那普通的講師可能幾百個人聽他演講 或者是偶爾可能有幾十個人聽他演講 但是他沒有辦法每天都有數百個人 數千個人聽他演講 可是網路他就是這麼的可怕 其實我不喜歡去公開演講 我喜歡在自己的家裡 在自己的房間裡面 然後把我的理念觀念錄下來 我就可以讓很多個人幾千個人上萬人看到這些這些影片 所以網路工具它五眼佛界 如果一個好的人拿到這種網路工具 他可以散播好的理念給非常多的人 他帶來的影響力會改變這個社會 改變這個世界 讓他帶向好的循環 善的循環 但是如果一個不好的人 拿到了網路工具 而且他非常的會善用網路工具的話 他傳達的理念都是不好的 這就非常的恐怖 會有很多的人接受到不對的觀念 不好的理念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善良的人 你就一定要把網路行銷給學好 就像我一剛開始講的 網路行銷不只是拿來賺錢的工具 它是一種理念的傳達 它是一種影響力的散播 它的五眼佛界的影響力大到我們難以想像 而且它的時間非常的久遠 它不像報紙、不像雜誌、不像新聞稿 可能存在一段時間 如果它一旦存在網路上的話 這個網站只要不下架 這個部落格只要一直存在 那你的這些理念就會 不斷地被人家閱讀 不斷地被看到 所以如果你的觀念是不對的 做法是錯誤的 帶給社會是不好的偏差行為的 影響力一旦散播出去的話 對這個社會就會帶來危害 那當然你自己也會受到危害 因為任何好事或是任何壞事 都是會回向的 在每天晚上的八點 我都會錄製一段網路行銷的教學影片 這些教學影片呢 不只是一些賺錢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一些正確觀念的傳達 好啦 如果你喜歡這樣的影片 那你也可以幫我分享給你的朋友 讓他們可以得到正確的觀念 每天晚上八點 只要您訂閱我的LINE 加入好友 就可以收到這些影片 再次請到這關心 請給你的朋友 再次請到這關心 我們來看看 我們已經有份的 好友善 好友善 然後就請到這和我 跟著我 然後就請到這關心 所以妳要做個心